Parsha Z 底下我们看 由这个Divergent B 我们把这个Divergent跟B做DOT 把这个Del跟B做DOT 它就变成这个了 这是直接运算 但是我们知道Divergent B永远是0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有这两项之合 所以 Parsha BY over Partha Y 加上Parsha BZ over Partha Z 要等于负的 Parsha BX over Partha Y 好 我们就把这两 这个带到这里 把这个Parsha 这个 带到这里来 这就变成这个东西 对不对 于是我们就得这个F 就可以把F 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们就有F向量 Parsha BX Parsha BX Parsha X 再加上J Parsha BY Parsha Y Parsha Y 再加上K Parsha BZ Parsha Z 好 你看这个呢 正好是Del DOT 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I乘上Parsha over Partha X 加上J Parsha over Partha Y 这个是等于Del 乘上M 我们把这个 M dot M dot B M X 好 这里我们注明一下 因为M M dot B是等于MX BX 因为M只有X component M只有一个X component 所以DOT这个以后呢 它就等于MX BX 的这一项 这一项 OK 好 那么其他的就 B 虽然有 有三个component 但是跟这个DOT以后 只剩下一个 这种component 只有一个component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 就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等于这个 Gradient Gradient M dot B M dot B 好 这个是 我们把这个柿子 把它导出来 把它导出来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 原子 它会 原子会有磁矩 它也有这个 Angular Momentum 但是在磁场里头呢 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 上一堂讲过 所有的物质都是 都有反磁性 反磁性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它的原子结构 里头的电子 它的所形成的这个磁矩 当外面有一个外加磁场 磁场的时候啊 它的磁矩呢 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就要探讨一下 磁场 对原子中 电子轨道 的影响 我们说这个原子啊 它里头的电子 某一个电子 它的电子 除了 除了氢原子 一个电子之外 其他的 有很多电子了 它们都是在 波尔轨道上面 运行 好 我们现在假定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 electron 它电量是负1 1是1.6乘10的 负19次分库仑 负号就表示 它是负5电 如果这个electron 是这样子跑 这样子跑 它的质量是m的 质量是m 那么我们这里 画一个坐标 这个是它的半径 半径 当它这么 这样子 运行的时候 它这么跑 负电这么跑 就表示 它有电流 是这样子流 对不对 表示电流 是这样子流 电流 如果是这么流的话 它就有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朝这一边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或者叫做 magnetic moment 就好了 我们可以写成m 或者用mu 我等等 底下我再用mu 因为我的假意上面 本来是用mu 如果一改成m 可能又会超错 我就用mu 你记得 有时候用m 有时候用mu vector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就看这个m到底等于什么 m等于什么 m呢 就是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我们说过了 它是等于 n i 我这里用 大写的i i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就看 它的电流 等于多少 OK 好 电流 它是等于 它每绕一圈 每绕一圈的话 就一个周期里面 就有这个电量通过 一个周期里面 有这个电量通过 这个代表它的 转一扎所需要的时间 叫做周期 好 那么 周期等于什么呢 等于2πr 被速度v来除 被速度v来除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 负的 1v over 2πr 2πr OK 好 这个是 现在的1 我们就是用这个 绝对值 就是1.6乘10的负 19次方库仑 好 那么A呢 A 它是等于 πr平方 大小 方向 因为 A要看电流 A A就是这个 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的方向 面积向量的方向 面积方 它现在是朝这边 因为电流是这样子 A是朝这里 我这里也把A写出来 A写出来 A A 等于这个 等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有 Magnetic Moment 它是等于 等于 N等于1 N等于1 等于1 负Z 负Z 好 那我们把这I带进去 I带进去 它就等于 负的 二分之一 EVRZ 方向是在负Z的方向 记住这个1 现在用绝对值 1.6乘10的负 负10 9次方 库仑 这是一般的 这个 电子 1 2 2 3 3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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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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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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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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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MV R cross MV 我這裡 所以我這裡 這個書上的圖 跟我後來加的材料這個R 用的不一樣 我把它這個改掉 以後如果寫錯的話 你就告訴我一下 R 跟小R 變成這樣子的 它是R cross MV 我們寫成這樣子 所以它是方向是哪裡呢 R Cross MV R在這裡 R cross MV 朝Z的方向 所以它是等於 M V R Z MV R Z 那麼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寫成 V是 MV R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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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 我们就说 μ 就是这个东西 负的 二分之一 EVRZ 它是负Z 这个负号你没看到 这一身是负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就把它写成 我们把V 把这个 我先把它写出来 它就等于这个负的 E over 2m Angular Momentum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K 那么 就是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是 Magnetic Momentum 是这个东西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V V的值 V等于MR over MR分之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就可以画成这个东西 OK 这是一般的原子 一般的原子 一般的原子 在公转的时候 就是 绕着轨道旋转的时候 它的 Magnetic Moment 跟Angular Momentum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那么自旋 电子自旋 电子 除了 Arbital Motion之外 它自旋的时候 自旋的 词举 我们不去证明了 就说一个电子 它是 电量都是负的了 负的 好 那它如果是这样子转 如果它是这样子转 它的 Angular Momentum 是朝这个方向 我们用这个表示 它的Angular Momentum 自旋的Angular Momentum 自旋的Angular Momentum 因为它是负电 负电这样转的话 就好像有电流这样转 所以呢 它会有 Spin的 Magnetic Moment 好 那么这个 Spin Magnetic Moment 跟Spin的Angular Momentum 之间呢 有这样的关系 我就不去 我们不去证明了 我们就写出来就好了 MuS 要等于 负的E overM S 这个E是代表绝对值 哦 E是绝对值 哦 那么S呢 为 自旋 角动量 自旋角动量 一般原子都有这样子的 这是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啊 等它有一个外加磁场进来了 你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里都没有外加磁场啊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个外加磁场加进来了 我们底下就介绍 反磁性 OK 反磁性 每一个原子都有 都有这样的一个垫子 有好多个诸如此类的垫子 它是没有 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我们再另外换一个 它是有一个外加磁场的 还有一个外加磁场的 外加磁场的 原子都有在 有一个外加磁场的 在外加磁场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原子 它是 速度是这么跑 速度是这样子 速度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个 angular momentum 是朝这个方向的 它有一个angular momentum 朝这个方向 L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朝这个方向 它有一个mu 就是它的 magnetic momentum 因为 因为它现在的 带着电视负电 它这么运动的话 就相当于有电流i是这样子的 电流i是这样子的 电流i这样子的话呢 它有一个magnetic moment 是朝这一边 我们现在就用mu就好了 mu 我们用这个orbital 朝这一边 mu朝这一边 那这个时候的mu orbital 我这里还要再画一个图 我就把这个算式写到这里好了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mu arbital 写到这里好了 它是等于 mu arbital是z方向哦 我们用这个1 这是绝对值啊 vr over2 是这个方向 我们是用 一大二 我又把它写成小二 我们这里已经有 有写了嘛 是这个方向 这是它的 magnetic moment 好 我们现在就 就看 这个电子 为什么会在这里绕啊 因为 这个当中啊 有 proton 有proton 有proton 是带正电 所以这个正电跟负电 会互相吸引 所以它有一个 electric force of electric field 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field朝这一边 它只受这个力 所以这个时候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有 好 向心方向的合力 这个合力 它现在就是等于 向心方向的合力 我们用这个 n来表示 向心方向的合力 它就是等于 电厂的电力 好 这个电力呢 使它做 等速圆周运动 等速圆周运动 它就是 m 乘上 v平方 over r ma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方向是 负r的方向 方向是 负r的方向 这个是 r univectal 负r的方向 OK 那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写成 m r omega 平方 就是说 它现在 绕着这个 以 omega 的速度 在旋转 omega 的速度 在旋转 我们可以写成 对 mr 哦 r平方 omega 写错了 对 r平方 omega 对 r平方 omega 写错了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r omega 平方啊 那这个呢 我看看 mr 后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ambular orbital mv of r mv of r v是 r omega r平方 omega OK 那个那个 没有错 是这样子的 OK 好 这个是它的向心力 向心力 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没有外加磁场 没有外加磁场 当我们加了外加磁场 适于外加磁场 什么声音啊 好 现在我们加一个外加磁场 那这个轨道还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这是Z 好 这个是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那这个是它原来的这个 我们用这个颜色 好 这个是Mu 好 这个电子 在这个地方 电子在这里 速度朝这一边 速度朝这一边 好 它的F1 还是朝这里哦 还是有F1哦 这个都跟这个 左边那个一样啊 电场的力 不过它现在多了一个磁力 多了一个磁力 就是它多了一个什么力呢 QV cross B Q就是负1了 负1 V cross B V 我们加定B长在这里 我们加定我们外加的B长在这里 加定加这里 好 那V cross B 那V cross B V就是这个方向了 B是这个方向 V cross B 朝这里 但是它负1 朝这个方向 向 它的方向是什么呢 本来这个 不是 本来V是朝 搞错了 这样子 V朝这边 V朝这边 V cross B 向心的 结果负1 它朝外 所以它就会朝这个地方啊 会受一个磁力 F B F B等于多少呢 负1 V cross B 所以这个electron 这个时候是受了两个力 两个力 所以它的F N 就不是这个 它的F N 变成这个 现在是电力 加上磁力 电力加磁力 OK 电力加磁力 我们把这个磁力 我叫磁力 我还没有写这个 我们说这个 电子 受益磁力 磁力 这个F B F B 等于负1 V cross B B B 上就是external External 我们把这个 V跟B 是垂直的 V跟B垂直的 我这个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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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边看过来 F B F B 那么这个 V是切线方向 这个是 半径的方向 所以是垂直的 它跟它是垂直的 那么它也跟它垂直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它画成这样子 画成 E V cross B 那就等于 E V B External External 方向是R的方向 这是绝对值 这是大小 R的方向 好 那现在呢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力跟这个力加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负的 原来是这个 M R Omega平方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 我们就减掉 E V B External BExternal 方向是这个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就 看了 它向心力是这么大的时候 向心力 向心力 原来的向心力是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个向心力 减少了 减少的 向心力减少的话 那这个物体 它应该是 轨道变大还是变小 如果是一般的东西 轨道变大变小 变大嘛 它是跟这个R 乘比例嘛 R变大嘛 但是啊 原子轨道不可以随便乱变了 它有Bore Orbit 有一定的轨道 在这层轨道上 你如果力量够大 可以把它变 打到另外一层轨道 那可以 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大 不能打到另外一个 轨道上面 它不能有这个 中间的轨道 所以它还是在原来的轨道 不过在原来的轨道呢 因为它向心力变小 所以Omega就变小了 Omega就变小了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这个 负的 M R Omega prime square R UniVector 这就是说 向心力 变小 轨道不能移动 轨道 若不至于轻移到其他层 轨道 轨道 则人处于 远轨道 但 但 角速度 变为 较小的 Omega prime 较小的 Omega prime OK 那现在它就是 Omega Omega prime 变小了 那原来是Omega 现在变成Omega prime 变小了 它Omega就有改变了 Omega改变了 那也就是说 变小了嘛 变小我们就写说 Omega prime 要等于原来的Omega 乘上Delta Omega 乘上Delta Omega OK 我们把它 Omega prime 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知道这个 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我们说 这个时候 它的Ombital Ombital Magnetic Moment 就要有 原来的 Omb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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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tic Moment 要减掉一个 减掉一个 我们 因为这个时候 速度变小了 对不对 速度变小了 它电流就变小啊 电流就变小了 电流变小了 它的 这个Ombital Omb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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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改变了 也改变了 它就变小了 变小了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它这一边 有一个 相当于这一边 会有一个 Omb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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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Angular Momentum 的改变 这里有一个 Delta Mu 有一个 Delta Mu 朝这一边 相当于 这一边 有一个 Delta Mu 因为它变小了 要不然 这边没有 它怎么会变小呢 这个当然 没有这么大 我画的这个太大 画小一点 画小一点 这个Delta Mu 一个小小的变化 小小的变化 这个是 这个 Omega Prime 变小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 磁举 以变小 剪掉一个 这个 剪掉一个 这个 那么变小了 是 这个Delta Mu 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 Delta Mu 它是 等于 1 R 本来Mu 是等于 我先把Mu 也写出来 再写DeltaMu 比较 比较 这个 清楚一点 Mu 是等于 这个了 1 R V Over2 本来是 这个 本来是 这个 那现在 这个DeltaMu 它现在是 等于 1 R R Over2 你这个 改变一个 DeltaV 你Omega 变一个 DeltaOmega V就变一个 DeltaV 变一个DeltaV 好 这个是 等于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 DeltaV 算在这里 我们看看这个 M R Omega 平方 减Omega Prime 平方 好 这个是等于 E V 比 力 等于向心力 这个 这边是向心力了 这边向心力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M R V 平方 减到V Prime 平方 要等于 M R 好 这个可以分解因子 是 分解因子 因为V 跟V Prim 其实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所以这个 接下来 它就可以等于 M R 这个加在去 两倍的V了 这个就是 DeltaV 好 这个要等于 E V B 所以我们就有 DeltaV 要等于 EVB over 2M over2M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DeltaV 带到这个里头去 把DeltaV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是我证明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就 我们可以把这个 带进来 那就等于 E平方 R 平方 乘三 B 场 over 4倍的M Z 4倍的MZ 我们可以把 B场跟这个 大小跟这个 就写成一个向量 所以它 有一个改变量 是这个 改变量 是这个 不过它现在是什么 在负的方向 负的方向 OK 它是在负的方向 那就是说 你原来这个词举 是这样子的 原来词举 是这样 结果 结果 加个外加 磁场以后呢 它会在这个方向 产生一个 磁举 跟你 跟你这个 方向 相反 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相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 它的 磁场 就是说 磁举 变小了 变小了 磁举 变小了 就是 磁举 变小了 那就说 你外加磁场 比如说 你现在 一个外加磁场 是这样子的 外加磁场 是这样子的 你一个 一个 sample 摆在这里 一个sample 摆在这里 一个sample 摆在这里 本来是 本来啊 这个 本来这个 这个 这个物体呢 我们说 本来它是 有一个磁举 朝这一边的 结果现在 它就等于说 这个地方 会让它 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 方向的 这个 让它产生一个 这个方向的磁举 让它产生一个 这个方向的磁举 那就是等于 会排斥它了 会排斥它 OK 这个磁举就是 这个地方是 S 这个地方是N 会排斥它 OK 所以它在这个 外加磁场里面 如果你原子 原子里头的电子 原来是这个 方向运动 它会 这个方向排斥 同理我们可以证明 如果这个电子 是这样子跑的话 结果它的 有外加磁场以后 它的角速度会变大 它会产生一个 磁 结果它就产生一个 这两个是相加的 这两个是相加的 OK 这我们就下一堂 再来把这个 倒一下 OK 我们下一堂再倒一下 你现在把这个 回去啊 就把它 弄清楚了 把它弄清楚 OK 我们现在 我们就 进来 进来